3月25号 深圳高雄农产品采购协议签约仪式在深圳举行 深圳市海吉星农产品公司代表深圳市四家公司联合与高雄市农会 签订农产品及其制成品采购协议 深圳企业自签约日起四年内采购高雄出产的鲜果、蔬菜及其制成品等 共计2亿元人民币 同时海吉星公司与高雄市农会签订园区两个档位的租赁经营意向书为期两年 尤其是海吉星我们农产公司愿意跟我们高雄签订四年左右的合约 2亿人民币10亿新台币的合约采购我们高雄农产品 同时在摊位这么紧张的情况之下 愿意再应急出两个摊位给签订所有高雄的农产品 签约仪式结束后 高雄市市长韩国瑜接受媒体联合采访时表示 把高雄农产品卖到大陆 理所当然会增进两岸民众的融洽 两岸关系的增进靠的是一点一滴的积累 韩国瑜回应此次参访大陆的岛内质疑称 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此行参访团辛苦的在帮高雄卖农产品 是为了改善高雄人民的生活 民进党执政卖不出去 抢不到订单 找不到通路 却在后面抹黑 酸言酸语 韩吉对于此次参访港珠澳大湾区三个城市的感受 韩国瑜用震撼来概括 他说这些城市经济发展都非常好 很有活力 此行团队都认为获益良多 同时也结交了很多好朋友 希望高雄未来能跟南方城市多进行南南合作 所以为什么南南合作非常重要 高雄的未来当然希望跟南方的城市 而且有经济力 有活动力 而且经济发展非常好的城市来合作 所以这是第三站 我觉得我们整个团圆 大家都觉得收获很多 从3月22号起 韩国瑜率领参访团一行 展开对香港澳门深圳厦门的参访之旅 此前高雄已分别在香港澳门 签下24.7亿元新台币 7.3亿元新台币的农业订单 7.3亿元新台币的农业 7.3亿元新台币的农业 7.3亿元新台币的农业